他们是温顺可爱的精灵 却也会大发脾气 他们头上珍贵的鹿绒 生长密码 却和一个节气紧密相关 这些被母亲遗弃的小鹿 为什么都成了蒙面大侠 科技院带您走进吉林长春的养路场 去大开演技 欢迎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关注农业科技的魅力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带着大家 去吉林省的长春市 到段景陵的梅花路养殖场去看一看 它养的鹿经过多年的选与优化 你看这个个是体型匀称 四肢修长 非常的优美 可是这些看似温顺的梅花路 也会有大发脾气的时候 饲养员在母鹿圈里 竟然被撞翻在料槽里 得手的母鹿还不罢休 继续攻击 在人们的印象中 梅花路长相可爱 光着无辜的大眼睛就能吸引人喜爱 他们的脾气温顺 熟悉的人摸着它说话也是可以的 特别强这种 看到陌生人的时候 梅花路甚至有些胆小 去拍摄时 只要镜头一靠近 路群就一晃而散 最后实在没办法 摄像只能透过砖缝和铁丝网来拍摄 如此温顺 有时又有些胆小的梅花路 脾气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究竟为什么 母鹿要对熟悉的饲养员发起攻击呢 让我们看看母鹿发起攻击前 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饲养员们把小鹿抓走了 怪不得母鹿对他们翻了脸 在母鹿产子哺乳期间 母鹿的母性变得很强 就算在圈里散步 也会牢牢看着自家的孩子 生怕小鹿受欺负 甚至对同处一世的其他母鹿 也是一言不合就动手 母鹿一旦发现自己的孩子 有可能受到安全威胁 就会拼命去保护小鹿 小鹿出生之后 为了保证他们健康 段井灵要安排工人 定期给他们打疫苗 打疫苗就要把小鹿 从母鹿身边抱出来 每次需要抱小鹿的时候 段井灵都安排工人们 三人一组互相掩护 在鹿产子期间 就是母鹿的母性比较强 它就容易攻击人 就需要有另外几个人 在看护这个母鹿 防止它对这个 望重拿它这些鹿仔的时候 被遭到这个鹿的攻击 饲养员们也深知 这个时期的母鹿脾气大 因此进出母鹿圈 都特别小心 甚至还带着防身的家伙 不过再小心 也有被母鹿发现的时候 这一下 护载鲜切的母鹿 就要发飙了 为了确保小鹿健康成长 虽然会遭受母鹿的攻击 可该抱走小鹿的时候 还得抱 不光是母鹿为了护载脾气暴躁 公鹿也会脾气暴躁 在攻击时 母鹿用的是蹄子 而公鹿则用脚 公鹿们这样拼个你死我活的场面 只有在交配期才会出现 为了就是争夺配偶 鹿什么时候发脾气 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如果看到梅花鹿跺脚 或是跳踢踏舞 最好还是躲远点 当然只有在特殊时期 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里 梅花鹿的脾气才会这么暴躁 其他时候还是很温顺可爱的 尤其是第一年 头上刚刚长出鹿绒的梅花鹿 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萌 它那拥挤长得特别粗 上面非常圆 你长得像灯泡 一般来说 梅花鹿要两三岁 性成熟以后才开始长鹿绒 可是段锦铃养的梅花鹿 一岁就性成熟 开始长鹿绒了 梅花鹿的鹿绒 今后长得好不好 这就需要一双慧眼了 这些刚刚长出的灯泡 被叫做茅桃 一头小公路将来有没有发展潜力 段锦铃通过茅桃就可以判断出来 越长越有劲这种路 茅桃都能长出小二杠 高产鹿 高产鹿 就是能长出个头特别大 质量特别好的鹿绒的梅花鹿 怎么发现潜藏的高产鹿 除了看小公路头顶上的茅桃 还可以看耳朵 看脖子 茅花鹿的耳朵 隐藏着高产的秘密 就在耳朵背后 耳朵背面的血管 都是比较粗明显 它鹿绒生长不是需要营养吗 都需要这个血管 去供应一些营养成分 所以那个血管比较粗的 它也是比较好 茅花鹿脖子跟鹿绒产量有关 就在于脖子的粗细 鹿的那个脖子比较粗 对它这个鹿绒的那个支撑 就是比较有力量进行支撑 在鹿场里还有这样 头上顶着怪鹿绒的梅花鹿 这是一头15岁的公鹿 还能够生产鹿绒 断锦铃的路场里 高产鹿不但产鹿的年龄早 而且产鹿的年头还长 15岁对于人类来说 是充满朝气的少年 可是对于梅花鹿来说 就已经相当于是80岁的老人 进入茂蝶之年了 茂蝶之年还长鹿绒 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因为梅花鹿只要长鹿绒 就意味着还有能力参与争夺配偶 繁殖下一代 一般的梅花鹿 12岁就不再产荣了 但是断锦铃养的梅花鹿 15岁还顶着这么大一幅鹿绒 就好比是80岁的老人 还能够生孩子一样 老当义壮 让人刮目相看 现在正是割鹿绒的季节 鹿绒生长的黄金时间 有两个节气是非常关键的 立夏和夏至 段锦铃发现 每年从立夏到夏至这段时间 鹿绒生长速度特别快 一天就能够增重100克 但是一过夏至 鹿绒的生长速度就变慢了 并且逐渐骨化变硬 鹿绒的生长和夏至这个节气之间 有怎样神秘的关联呢 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鹿绒的生长也不例外 立夏是每年的五月五日或六日 一年之中从立夏开始 白天越来越长 也就是日照时间逐渐变长 长日照的时候 它那个磁技术是在上升的 就缓慢上升 然后那个熊技术呢 是技术下降 受到激素影响 鹿绒的生长会随着日照 时间长短的变化而变化 日照变长 让鹿绒开始快速生长 梅花鹿的鹿绒里面 是软组织和血液 摸起来软软的有弹性 掌绒期间 公鹿之间都很爱惜鹿绒 舍不得用力打呢 夏至是每年的六月二十一日 或二十二日 到了夏至 白天达到最长 夏至之后 日照时间又开始逐渐变短 等到那个短日照一来的时候呢 雌技术开始慢慢往下降 然后熊技术快速往上升 夏至的时候 这个鹿绒呢 开始骨化 鹿绒的骨化 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 而是随着日照时间的缩短 有顺序的骨化变硬 骨化的顺势是 先从绒的根部外侧开始 一点点的从下边往上骨化 是从外边往里边 一点点骨化 八月二十号以后 就骨化得特别快 就是也就是半个月吧 到九月份的时候 基本就骨化的程度非常深了 像梅花鹿这样的鹿科动物 进入发情期以后 公鹿需要凭借着头上的角 去争夺配偶和防御天敌 在自然界 公鹿长鹿角 是为了取得交配权 繁殖下一代 而人工养殖梅花鹿 是为了获得鹿绒 也就是说 在鹿绒古化之前 一定要及时割下来 割鹿绒 其实并不复杂 麻醉了公鹿之后 用刀割下来就行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步骤很关键 就是要蒙住公鹿的眼睛 这只公鹿已经被设了两只麻醉镖了 但是它还坚持着不倒下去 这条路吧 就是抗麻药 这段时间 现在要去整它 越整它 它兴奋了 碰着就写了 写了完它就一碗不倒 看它有倒地的迹象 工人赶紧上去 想办法蒙住它的眼睛 可还没等蒙好 公鹿已经受惊跑掉了 割鹿绒的时候 一定要蒙眼睛 麻醉的时间很短 如果不眠眼睛 公鹿清醒过来 看见有人在动它的鹿绒 就会奋力反抗 这头公鹿终于熬不过麻醉镖的药力 眼看就要倒下了 工人趁机上前蒙住眼睛 开始割鹿绒 割鹿绒要及时 晚一天 质量就很可能降低了一个档次 为了及时取得质量最好的鹿绒 养殖场的工人们 从早上三点开始 要割十几头鹿的鹿绒 忙到气喘吁吁 不过他们有犒劳自己的独特方法 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 拉了拔副笼 喝点鹿绒姐姐姐法 她能强身健 你来点尝尝 不喝不喝我喝了 真好 夏季是鹿场最忙碌的时候 每天饲养员会给梅花鹿 准备他们爱吃的食物 它里边放着树叶 因为着树叶是鹿最原先 最喜欢吃的这个醋饲料 可是这些梅花鹿最爱吃的饲料 却放进了特制的铁笼子里 眼瞅着这些好吃的东西 母鹿却怎么都够不着 这些好吃的东西给谁吃呢 只有小鹿能够自由出入 原来这是给小鹿准备的特工食品 小鹿在出生的第一个月里 都跟在妈妈身边吃母乳 为了让它们长成高产鹿 除了母乳之外 段锦铃还给小鹿们 补充特定的营养 植树叶里边含有丹铃比较高一些 这样容易防止它的腹泻的发生 为了让小鹿既能吃到奶 又能吃到专属的家餐 段锦铃设计了一个铁笼子 放在母鹿圈的角落中 铁笼子的栅栏之间的距离 都是计算好的 只有小鹿能轻松出入 而母鹿最多是把脖子伸进来 就是够不着 只能是在一旁咽口水 都说虎毒不食子 妈妈对孩子们都是格外疼爱的 可是在路场里发生的一幕 却让人触目惊心 为什么这些母鹿 要如此残忍地伤害小鹿呢 在段锦铃的养殖场 一般母鹿都能自己顺利生产 但是也有5%的母鹿 会出现难产的情况 眼看着小鹿的皮子出来了 但是身子就是出不来 有经验的工人马上判断 这是难产了 必须要人工助产 慢慢点 小鹿还算幸运 被顺利接生出来 擦干净身子之后 工人立即为他喝下 从他妈妈那儿取来的母乳 小鹿活下来了 可是从被人接生的那一刻起 就再也回不到妈妈身边了 就算是把小鹿尝试着放回到母鹿圈中 也不会有母鹿上来认领 银身手的时候 它有这种气味 它一闻着气味 就不是它的味儿了 它就不要 鹿的野生性比较强 有的小鹿就更加悲惨了 虽然从妈妈身边出生 但是因为母鹿是第一次生产 缺乏母性 就会对小鹿不闻不问 甚至任凭别的母鹿去踩它 在路场的一个院落中 我们发现有一群奇怪的小鹿 它们的脸上都蒙着一个花布套 把嘴和脸遮了个严严实实 个个都像神秘的蒙面侠 这些都是人工助产 或者是母鹿弃养的小鹿 为了让这些连亲妈都不管的小鹿 顺利长大 段锦铃专门拨了一个小院落 成立了小鹿孤儿院 听这声 你以为他们在呼唤母亲 不是的 饭点到了 他们正在催促饲养员 快开饭呢 为了让小鹿健康长大 段锦铃专门安排了饲养员 给小鹿喂牛奶 一天得六七次 有的小鹿没个饱 吃完了又凑过去再吃一次 稍不注意 就会出现有的小鹿吃了好几次 而有的小鹿一口没喝的情况 为了区分谁吃了谁没吃 段锦铃想了个办法 让饲养员喂完一只 就带个嘴烫 这样就不会搞混了 顽皮的小鹿们休息的时候 喜欢用舌头舔对方的身体玩 对小鹿来说 这可不是个好游戏 舔别的鹿的屁股 就舔钢 如果你要是 因为它只从舔都舔 就舔坏 慢慢就死了 自从段锦铃给小鹿们 戴上嘴套之后 小鹿想舔也没法舔了 戴嘴套的方法 既能区分吃了没吃 又能够阻止小鹿互相乱舔 于是小鹿们注定 要继续当威风的蒙面侠了 不管是小鹿还是公鹿 段锦铃在每一个养殖的环节 都费尽功夫 他的鹿长的小鹿 一岁就能长出鹿绒 十五岁还在产荣 高产鹿的比例不断增大 鹿群的存卖量达到了三千多头 现在他鹿长的鹿绒 只要一送到市场 就销售一空 咱们今天这节目 是不是让您对梅花鹿 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呢 在段锦铃养殖梅花鹿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地发现梅花鹿 特殊的生长和生活习性 并且用科学的方法 去适应鹿 帮助鹿 咱们看的人 是觉得大开眼界 其实呢 这可都是养殖户的大胆创新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连续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两百多亩的桃园 两百多匹骏马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神奇的组合 马背着采骑桃园巡逻 人骑着马摘桃 悠然自得 这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 走进桃园 一起去大开眼界 科技院下期讲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